OK,今晚我有一個同事會和我們一起關於這個講座會的 他就會簡單介紹李文偉醫生 智欣,Hello智欣 Hello Hello,大家晚上好 好,很高興今天可以在這裡介紹李文偉醫生 因為他今天會給我們關於白內障的講座 所以簡單介紹李醫生 李醫生是我們的醫療主任在李玉全眼科中心 然後他畢業於曼徹德大學 也是在新加坡國民藝科中心完成了藝科的專業訓練 除此之外,他也是我們中心裏的專科醫生 也都是我們的PCSH Apple人民專科醫院以及其他專科醫院的顧問醫生 所以事不宜遲,今天我們就 讓我們邀請我們的醫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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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回到您的醫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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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晚上好 希望大家在Facebook的朋友 和Zoom的朋友已經吃爆了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 即管有什麼問題就在Facebook上可以發出你的問題 要麼有什麼評論也好 要麼是Zoom的方面 我們有幾個朋友已經聽過我們之前的講座會 這個如何說,very informal 隨便有什麼講都可以 所以稍後我會分享一點關於白內障手術 白內障是什麼 總之是關於影響到我們的視線 這個所謂的內膜 內膜,因為生惡在馬來西亞來說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叫白內障 有時有些病人說,我們說你有白內障 他都不明白我說什麼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說眼膜他就知道了 其實眼膜是什麼呢 這個不用說太多了 剛才Gian已經幫我介紹了 Thank you,Gian 其實我想說少少關於白內障 和它是怎樣影響到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視力 先說就是我們的眼珠 你知道其實我們的眼睛是有多重要的 因為可以說我們這麼多的視覺 我們的視力 我可以說應該是最重要的 如果是看不到東西 很多東西都做不到 但是這個器官這麼小顆 那個器官在眼裡 我們為什麼有兩顆呢?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人家說沒有了一隻眼就有另外一邊 其實不可以這麼想 因為兩隻眼可以讓我們看到東西 是有一個原因的 所以你先看我們的眼珠 其實都比較複雜的 它大又不是很大 其實好像一顆小顆的波 一個角波 可能還小顆 20-24mm 又有前面到後面 但是它有很多部分 可以影響到我們的視力 會實時損失 我今天講這個講座 就是關於白內掌 就是我們的眼睛的鏡頭 晶片就是晶體 就是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圖片是說 我們現在好像看進去的眼中間的位置 就是那個鏡頭 所以看東西的時候 就靠這個晶片來專注 為什麼會關閉眼膜呢? 其實因為通常是年紀的影響 這是一個很短的影片 其實是英文的 但是沒關係 我會解釋一點點關於這個白內掌 In the healthy eye, the lens is clear and allows light rays to pass through unobstructed As a cataract forms, the lens gradually becomes cloudy As light passes through this cloudy lens It is no longer clearly focused on the retina causing images to appear hazy or blurred 其實很簡單 可以說 如果一個正常的視力 在看著這件事 其實我們的眼睛的鏡頭 是會焦點在我們這個視網模式的根 是一個很清晰的影像 但是如果有眼剝了 就好像一個很骯髒的玻璃腸 如果你駕車的玻璃那裏 你的鏡頭很骯髒 看一看就沒有了 所以其實眼剝是這樣影響到我們 有什麼原因會得到眼剝? 要是白內掌 最常影響是每個人 我們現在每個人參加這個講座 以及在Facebook的朋友 全部都會有一天得到這個白內掌 為什麼? 因為年齡的影響是最常的 所以在上一年多 通常五十多六十歲 開始會有眼剝的 但是我亦是有些病人 有些朋友 比較早一些 有些二十零三十歲 甚至有些是天生小弟哥 都會有眼剝 但是比較沒有那麼常識 最常都是 通常五十多六十多歲 就需要處理這個眼剝的問題 所以天生這些可能會 其他病情 最主要是會影響到有眼剝 有時候有糖尿病 其中一件事 可能會影響到 比較會早有眼剝 如果眼受過傷 要是以前做過手術 所以很多時候 你不要說 小弟哥那時候 可能跌到撞到眼 要是我也有些病人 打眼毛球 明明很常的眼毛球 在馬來西亞 很多人都喜歡打眼毛球 就不小心眼毛 打到眼 你就未必那一刻出現問題 他有可能會得到眼剝的問題 可能三五年後 亦都是可以不同於其他問題 所以不同的藥物 譬如說 你在吃最主要的是尼固醇 這個叫Steroid 其實尼固醇是一個很重要的藥 其實很有用的藥 但是它亦都有它的副作用 所以變成如果又在吃 或者是在用這種尼固醇的藥 就要注意一下 因為如果是長期用 即使不是說用一下就沒有了 長期用 為什麼會有長期用 那個情況 有些是 例如有皮膚病 有些有嚴重的皮膚病 經常要塗奶油 有些奶油是有尼固醇的 有些是有酵喘 它要吃藥 有時會有尼固醇 有些是可能其他不同的發炎的情況 有時又在吃尼固醇 變成如果吃超過過零兩個月 三個月的時間 有時會得到白內醬的影響 所以變成滴藥水也是一樣 不同類型的藥藥水 有時我們會直接用尼固醇來治療 有時紅脈白鹽又是什麼事 也都會用尼固醇 所以變成我們在用的時候 有時都要複診來檢查 看看如果真的有白內醬 也要處理 所以變成這樣 各位朋友 如果你的眼睛有時會覺得 是癢癢的 紅紅的 有可能去化學士 去治療那裏 他會給點藥水 就不要說他有藥水 你就喜歡有滴下 長期滴下 就不太好 所以要知道其實是在用的是什麼 如果有尼固醇 分分鐘會有影響 所以如果有白內醬 有眼膜 那時候 看起來的方面又如何影響 很多時候我的病人說 我怎麼知道我有眼膜 然後我會看起來 我們是在角色的 看起來 那麼多aben 很多人的視察 看起來 又不會很変 很選擇 看起來 瘋子 看起來 文字 看起來 有蠻蜲 看起來 有珍得 有漠減 看起來 過時 看起來 看起來 比較迷迷 尤其是藍色和红色 而且人们和 cataract may be sensitive to bright lights and see glare Cataracts are common, especially in older adults The good news is that eye doctors can treat cataracts with surgery and you can go home the same day 好的,刚才的视频就说 例如在晚上的时候,你们出街 看见很常在街上看到的视力 有些光线、车灯、街灯 如果有眼膜的时候,分分钟看东西会暗了 好像现在的黄黄的 有很多时候我的病人有两只眼 有眼膜的时候我过了一边 他会说一边看东西那么白,一边看东西那么黄 因为眼膜会削除光线 尤其是刚才的视频说有不同的颜色 有时候蓝色和紫色看得不太清楚 好像不太清晰 所以眼膜是有这样的影响 如果眼膜是很厚 很多时候有些人不怕 不怕眼睛是没有时间 尤其是好像疫情这两年 有很多时候你不敢出来看眼睛 他就坐在家里 看东西越来越蒙 所以有几时我看了这两年 我看到有些病 其实眼睛真的差不多看不到才会看到眼膜 所以如果你看不到东西 会怎样影响到你的生活 你要自己想一下 其实你现在日上做的事情 如果看不到事情会怎样做 每个人如果你是很活动 你有开车 要么还是在工作 你想一下我怎样可以做到工作 我怎样可以开到车 还有有时没有怎样出去见朋友 不过现在希望疫情好些 有得出去 但是你看东西看不到 你怎样会有信心自己开车出去 还有你可能会有些优惑症 因为又没有什么 没有了信心 你和其他人交通 因为看东西看得不好 所以心理上那方面 也可能会有些影响 溇游你的眼睛 享受一个静法 温 저�DA 可以看到你 governor时 but as you enter your 60s cataracts can make that harder than it should be taking care of the problem before it gets worse is the best path for your eye health your family matters that's why your sight matters too thank you 其实这个很短的视频是给你看的 其实这位女士她是自己的女孙 有小看到她大 所以变成这个是一个很普遍我们每个人 如果是上一年多的时候 可能开始会有眼膜营养到她的势力 所以其实有很多家人的喜事 要么有什么快乐的机会 如果你看东西的方面不好 就没得那么享受 所以其实白内障 我稍后会详细一点解释 其实要做什么处理的方法 手术那些东西 其实不是太过大风险的手术 而且其实没有等到太迟 自己看不到东西才处理 白内障 其实如果是很轻微地开始 留意到自己看东西比较差了 先是看一看的医生 甚至有些人好好直接去眼镜店 可能试试换不换眼镜 会不会更清 如果白内障 开始影响到她的眼睛 有可能会影响到度数有些变化 所以现在是早期的白内障 眼镜 其实换眼镜 可能看东西比较清 但是如果越来越严重 就没办法了 最主要后来是要做手术 所以手术是如何做法呢 这个视频就会解释少许 A cataract is the clouding of the eye's natural lens a structure which is positioned behind the cornea iris and pupil 你量好她的眼睛 需要是适不适合做 其实有不同的机器 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是有可能有亲戚朋友 是来过来这里做手术 因为哪里做手术就好 通常会经过一个 比较详细的点查 才可以准备好做手术 所以现在我们有这一部机器 其实我们要量那个眼睛 因为现在割眼膜 要是做白内障手术 类似是换镜 因为你自己本身的镜 退化了 变成白内障 我们就用手指刚才的视频 给大家看 就索了白内障出来 接着把镜片放进去 我们先要量到那个眼睛 就知道它放进去那个镜片的度数 是多少 就类似像你去眼镜堡 盐眼镜 要知道的度数 所以每个人的眼镜 的度数都不同 而且是度数 你计算出来 又不像眼镜的度数 不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比较复杂 是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来计算的 另外那样东西 如果在我们中心里 因为我们很准确地做到这个手术 是让它准确 只准确时我们计算出来 它的度数 例如病人做了 真的不爱戴眼镜 如果不戴眼镜 我们所谓说 放进去眼镜里面的 镜片的度数 要准确 可以让它看眼镜 也可以 看电脑也可以 看电话 看文件 所以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计器 可以更增弱 就是让它比较准确 其中一个就是 现在这个图片 这个叫Darion 在我们那方面 在耳朴我们很早已经在用这个 暂时性可能仍然是我们在用的 不过如何都好 它是通常 稍后我要给一个视频解释给你们听 它是在眼镜里拍了一幅照 量了不同的測量 之后我们做手术的时候 同样可以看到在眼镜里 不同的位置 在哪里开的伤口 在哪里移好那个镜 在眼镜的位置是最稳定的 那样 所以那个视频 稍后你就会看得清楚 另外就是 最主要是这一部机 我们用这一部机 就是它所谓 刚才来弄碎 和索个眼镜出来的那部机 这一部机就比较复杂 所以它技术来说 不要说太多 因为它是复杂的 最主要你要明白 就是它用一个很小的仪器 差不多 所以这个双口是2-3mm 这样 就放个耳气进去 它用超音来弄碎它的眼膜 接下来 之后才放一个镜 所以是用这一部机 来做的 白癌症手术 刚才你听到的视频 也说 其实是 我们说的 地势的就是 你是同一天进来 譬如说 你早上8点 9点来到 通常做了手术 手术时间10多分钟 以及准备 换衣服 我们会帮你滴药水 之后做了 就确定你OK 你即时不会说 有什么 云 会怎么样 然后变成你OK了 才让你回家 但是 我们不需要全身麻醉 通常是各部麻醉 但是很常都只是滴药水 但是加上一件事 我们知道 每个人做手术的时候 可能会有点紧张 所以我们会给一些 认定剂 又打一些麻醉药 这样给你想睡 就睡 但是就更清醒 都变成会比较舒服 一个手术的过程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到 其实我们有很多工具 这个我就坐着这里 因为是我同事 我看不清楚 有另一个博士 和另外一个位同事 就在这里 试试病人的血压 试试心跳 会不会紧张 会不会有点麻醉药 其实这一部机器 就是好像放大镜 我要忙着 好像放大眼珠 来做手术 不是躺在下面这些布 就是病人在那里 OK 所以放大一点 就会看到我们的手 就是这样 病人的眼就在那里 所以很多时候 我有那些病人问过我 比较搞笑的 其实你做手术 是不是整粒眼挖出来 放在桌子里 然后塞进眼中 当然不是 眼是拿不到出来的 我们就在眼珠的位置做的 就是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视频 我会解释一点点 关于手术 刚才你可以看到 这是我在做手术 其中一个病人 所以它是先在那个 因为它的眼膜 是好像装在一个袋里面 所以我们要留下那个袋 来装那个镜片 人造的镜片 所以现在就在袋里面 先开一个小小的小孔 就弄松了眼膜 在这个箱口 有这个仪器 在那里 其实缠了2.2mm 所以你会看到 其实现在它在用超音 来在装碎的眼膜 还有我的左手 这一面 这个工具 就是帮助它的眼膜 好像慢慢可以弄松它 弄松了 就用这个仪器来锁进去 好像吸尘机那样锁进去 所以变成硬身那个已经锁了 现在我们比较软熟 黏着它的眼袋 那些 所以说髒的东西 眼膜那些东西 就慢慢地吸尘出来 用这个仪器 就直接好像吸尘 不过就比较复杂一点 在眼珠里面这样做 所以你就在想 其实有些东西在眼里面 其实会不会好像很痛的呢 不会的 病人都清醒 有时候很多时候我跟他们说话 要是如果他们有点紧张 他们怕眼斩 会动 其实不行 因为我们有东西撑着眼皮 而且它不能动 所以现在这个是一个镜片 你看到镜片 其实中间的位置 它的度数在 但是它有两只脚 所以你转到它现在 好像包住它 好像一个春卷 然后慢慢放入眼中 它又自己开回 它一开回 它那两只脚 就会撑着那个袋 就让它稳定 所以你看到 其实它刚才有不同的 好像现在你看到 它有两只 一个十字架 这样的样子 你看到91度 因为这个眼睛 也有散光 所以刚才我们用了 国基那部 叫做Baryon 还没做手术之前 拍了一幅照 这个病人的眼睛 所以现在它的资料 全部进入了 这个电脑 在我们这个手术室 所以变成我们 其实知道这个镜 应该是摆在 这个91角度 就可以全部减少了 所以其实它现在是比较准确 如果没有这部机器 我们怎样做法 要用一些笔 这样来横 在眼睛 那里不同的抹 而且这样是比较 用手 碰得是不同 用电脑 差很远 所以一个手术 这样的情况 就差不多是十几分钟了 做了手术 它有什么好处 第一 你看的东西就看到了 所以变成刚才我说 它怎样影响到你自己的生活 你没有太多信心 不敢出去 又不敢开车 没有得去见朋友 所以变成现在做了 看到东西 就什么都做到 而且你做工那方面 如果还在做工的朋友 就变成他可以继续做工 要不然就什么都做不到 对 所以什么时候应该是做手术 所以很多时候病人问我 医生我的眼膜熟了吗 熟得 就是做不做 通常我们不是 好像看塑料 熟了变黑 我们才做的 当然不是 所谓熟不熟 我很多时候 都不会和病人这样 等到多熟才做 我会问他 你现在看东西的方面 它有没有影响到你 日常生活做的东西 如果你是 譬如说公公婆婆 是退休的 是有眼膜 但是她在家看电视 我跟她说 要是在花园 做一下 做一切 也会先去用 乘运 然后看佈置 没有什么特别 需要用到很强的视力来看 可能他们会觉得 遲一下 我现在做事还做到 未必需要做手术 OK 没问题 那就是拖一下 所以她的眼膜 可能是熟 即是可以做 但是她没有那 Single 需要说 影响到她自己 日常生活的事情 拖一下 但亦都要想想上一年多有没有其他病痛 有时我有些病人其实拖下拖下就变成了 好不幸又得到不同的病 糖尿病又是心臟没什么好 变成他又那样东西不好 看东西又不是那么好 接着他生活那方面就变成好像很不方便 到他真的爱看东西好些 爱做手术又未必方便做 因为有其他心臟的问题 所以变成要一个平衡要平衡 什么时候是应该做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和病人一起交通一下 然后他明白多些 可能他觉得我可以早早点 如果他的心事起码看东西的方便好 迟下那时候有其他病痛都不用理 眼睛已经可以了 所以也有病人是这样说 我想早点搞定 没问题 最重要他是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是适合的时间 当然如果你有其他需要 例如我有些病人50岁 就已经他的压磨影响到 很常是50岁 那时候他不是很厉害厚 但是他的压磨刚好是生到那个位置 就影响到特别是开车那时候 他晚上出去 要是他要做工是开长途车 他见到街灯很散 他就觉得说 其实现在影响到我 做工觉得做得不太好 因为我开车那方面不强了信心 当然我就不会等到他熟了先 因为他已经是影响到他的生活 那么我们何必再等呢 否则他真的会影响到他的工作 所以便早点做 所以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所以很多时候病人在问 我什么时候应该过 我们就会比较详细一点 了解一下他现在的生活方面 受不受到影响 如果还可以的 那就拖一下 如果拖一下 可能我们就三四个月一次 来复诊来测一下他的压磨是怎样的 当然如果他的压磨厚到 他已经盲踪踪的 看不到东西 那就不用想 也不需要我说一定要割 因为他们已经说他要割 因为看不到 其实很多时候 以前 比如说我们的科学 未来到这一个地步 做手术变成十几分钟 然后做了之后可以回家 以前 可能四五十年前 割压磨真的要入院全身麻醉 然后做手术之后要住院 差不多整个星期 所以变成了比较不方便 但是现在因为他的科技 越来越好 加上他现在的镜片 就越来越多功能 所以很多时候 你得选择做手术的时候 他可以决定 我现在不想戴眼镜做 我有没有机会 做了之后 不爱戴眼镜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病人 有这样的要求 为什么 因为戴眼镜方便 I mean 大家这里肯定有戴眼镜的朋友 可能他戴了很多年已经习惯了 但也都是现在 这两年之内 现在常常戴着口罩上街 所以有时你戴着眼镜 在口罩那里 如果他真的不是封得很好 你休息的时候 那些阳气这样上去 你的眼镜就会磨了 有时 好像我们现在开车 一定戴眼镜 如果戴眼镜 一定开冷气的了 所以有时你一走出去 他由冷气那里 冬冬出到去 那里全部有毛 要么做很多运动的朋友 就知道了 譬如说你戴眼镜 有时流汗那些又不方便 所以很多时候 现在生活的方式会影响到 其实人们 比较选择会早些做眼镜 而且做了眼镜之后不要戴眼镜 所以眼镜已经觉得是一个顾虑 一个问题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病人 是跟我说他不喜欢戴眼镜 但是现在又戴眼镜了 我们就会说 OK 现在你有的选择 就选择用哪一种不同的功能的镜片 来得到你自己的目的 所以有些病人未必是完全戴眼镜 譬如说他很活动 整天都是去行山 要么打球 要么打球 变成他觉得我打球 我才不会戴眼镜 麻烦 要么流汗 也不方便 最重要我打球 要么开车 我不会戴眼镜 如果真的需要看文件 要么看报纸 我不介意戴眼镜 我们用那个 所谓镜片 就是好像一个功能 给你focus 一个distance 如果他又是需要看电脑 和看电话 看文件 那次又在用那些 所谓功能高些 看远又可以 看电路又可以 看近又可以 那些叫做multifocal的镜片 我想分享一下这个 其实是全世界 以前1949年 第一次用镜片的镜片 就是这样 整个 整个 在眼睛 摆进去 还有那时候 这个是用玻璃做的 它是比较重的 它不是碎镜 而且你看到 这个有很粗的 线在那里 因为它开了很大的伤口 差不多8-9mm 你摆进去 所以由那时候的手术 到现在刚才你见到 我们没有链针 而且那个 箱口是2.2-3mm 摆进去那个镜片 会进去才慢慢开 到它那个 差不多6mm 那么大的镜片 来进去 科技已经变了很多 刚才我所谓 如果你用focus 一个距离 比如说你开车 不要戴眼镜 看路花的时候 戴路花眼镜 我们用这个叫monofocal 就是它是一个focus 就是它单的focus 就是看软的通常 如果你有散光 你就用这个toric 就是散光的功能 就好像刚才我有那个 那个video 你看到它91的角度 就那个镜 要跟着它 散光的角度 才可以处理到 它那个散光 变成没了 这个意思 如果你是不喜欢 戴眼镜 我们会用这一种 就看软 也行 看电路 就是那个intermediate 就是中间 有六十多cm的距离 好像我现在在看电路 那样的距离 以及看近的时候 就不太大眼镜 所以现在我们 在我们这个中心 很想就会 就是跟着科技 很活动地研究 我们那些technology 其实我们是在匹匹大 开始用的 而且在世界上 这个镜片 已经是有三四年的经验了 但是它就刚刚是去年 可能年中这样开始 就进入到马来西亚给我们用 所以我们就开始用了 都用了很多个病人 其实是可以帮到它们 不需要大眼镜 所以其实你有兴趣的朋友 我们下次可以再讨论一下 一系密 上Facebook 可以PM 我们看看 怎样 如何选择呢 就好像我说 我们先 我们 压科医生 都会解释给你听 它不同的功能 是怎样 可以 适合到你自己的要求 最主要 我们要明白 你如果有做工 做什么 如果你有什么娱乐的活动 如果喜欢打球 你喜欢种花 你喜欢看书 那些东西 所以我们其实要有多些 和大家 大家有多些沟通 来明白 你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怎样 才可以跟你说哪一个镜片是适合你 我最主要是经常跟我病人说 不是代表最贵的对你是最适合的 很简单的说 譬如说你去买车 要是说买电话 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提电话 所以 需不需要每个人都买到最贵的苹果牌 需不需要呢 因为它的功能可能是 它的功能上到Facebook 它的相机很美 它可以很快地用上网来查到资料 但是如果你很少用电话拍照 你又不能上Facebook 你只用打电话 收一下WhatsApp 你需不需要花这么多钱 你用那个苹果牌的电话 未必 所以最贵的那个都不适合你的 全都适合那些钱 所以变成其实 它不是说最贵的镜片是最好的 它是看哪一个适合你自己的要求 是最适合你的 所以未必是最贵的 所以这个应该是跟你的阿科医生 和我们是多一点交通 我们就明白可以跟你说哪一个适合你 所以要记得其实白内障 是如果你不理它 它是可以影响到你 实名可以盲的 但是它现在手术那方面 不是说很大的手术 所以认真就没有真的拖到自己 看都看不到都不可以做 因为怕手术 还是怕看医生 其实手术那方面 好像我说 做了就回家 大多数十凌二十分钟就做完了 还有不需要说太过担心要全身麻醉 要麻醉了怕有其他问题 所以变成你其实如果有什么问题 就要问一个阿科医生日好 就PM我们的Facebook那里 我们可以明白会有答你的问题 但你要明白 其实现在做手术有很多选择的了 不只是你可以选哪一个眼科医生 现在大堡眼科医生日好 但是你要选择 你有不同的镜片可以选择 而且你选择得来的时候哪一个 就不要只是记得哪一个最贵的肯定是最好的 只要记得哪一个是对自己的要求 才是我们自己决心去做这个手术 如果你有兴趣来看我们的 当然我们有个网站 我们也有个Facebook Instagram YouTube 全部都可以 如果你有这个 譬如说Android用Play Store 要么是用苹果的iPhone 用App Store 你可以找这个App 叫做Encomet 里面那里你可以 type in LEC Eye Center 你就会找到我们的 你download了这个App 你就可以自己 用那个App 去到我们里面的App 订阅时间来看医生 你看我也好 你看我们有四个医生 其实现在Dr.Umi、Dr.Lim 我全部都有计划在这里 就变成了比较简单 你如果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时间 你可以有一个计划来看我们 OK 除了刚才你都看到这个疫情之外 我们也仍然是有继续用这些服务 就是如果有些病人都仍然是 觉得不方便出来 你可以PM我们 打电话说要一个WhatsApp 我们跟你谈一下 其实我也有做过几次 WhatsApp Video 现在很简单 你跟病人谈一下 要是他不方便出来 要买药水 我们可以送药水送到给你 OK 所以现在就讲到现在这一道 最主要现在就是有问题 就可以即管问 我们就可以多些分享一下 我们自己的experience OK 多谢大家 好 多谢Dr.Li 多谢你的真正精彩的sharing 因为你又有share做手术的 希望那些朋友 看的刚才那些 不会觉得是很肉酸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 一个很快的手术 来的 OK 那么现在我们会是一个 question and answer session 真是回答问题的时期的了 所以如果我们zoom的朋友 如果你是有问题想问的 你可以unmute你自己问 Dr. 那么如果在我们的Facebook 有问题的 就可以type in the chat 那么我就会提那个问题 给Dr.Li的了 那么首先呢 就会给机会 我们的zoom的 attendees 有没有人有question呢 如果是没有呢 那么我的Facebook 有一个question from Miki Kang Dr.Li 他就问 如果有一个人是会选择 做那个眼膜手术的事 就是decide to correct the vision during the cataract surgery Will the person face short or long-sighted again in future? 就是选择一个镜片 如果我给他选择的是 看完的 会不会之后 会不会再面对这样的问题 是 一个很好的问题 其实他的short answer 就是通常割了眼膜 他的度数就定了 很少会很大的变化 但是大家都知道 医学各方面 哪里有说一百巴仙是这一样东西 还是一百巴仙是那一样东西 其实不可以这么说 但是多数 我们说三至五个百巴仙的病人 就算割了眼膜 定了他的度数 可能会有少少变化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人就好像一辆车 上一年纪可能会有这一样 有少少坏 例如Anna 你刚刚才进了厂的车 因为爆了个banberg 所以其实 可能眼方面开始有些退化 最普通的退化的时候 就是有时眼肝 我们每个人 肝眼症也是不同的讲座 可以说整个webinar 肝眼的时候 会影响到有时 它的度数有些变化 你的度数变化 有时散光 老化 或是近时会有改变 通常 比如说近时高的病人 我们做了手术 它变成了没有近时 就不是代表它会回到以前 比如说五百度有 回到五百度就不会了 它有少少改变 就有可能 它需要戴上眼镜 才可以看到字 要是开车 可能要戴上眼镜 才能戴上眼镜 就变成了我有些 patient of course 会觉得 哎呀 做了手术都要戴上眼镜 但是没办法 但是大多数 好像95-97% 那些 patient 都不会需要担心 那样东西有变化 因为它已经做了一次眼镜 手术 是准确了 就稳定了 of course 另外一个可能性 就是得到不同的眼镜 上一年纪又有不同的病 可以影响到眼镜 所以另外我也要我的听者明白 就是你现在割了眼镜 也好 做了白癞症手术 全部都可以了 就不代表你上一年纪 不会得到青光眼镜 要是你有糖尿病 不会有糖尿病 上眼镜 你不愿为黄斑退化 视网膜脱落 其实说来说 都好像很严重的病痛 可以弄到眼镜 其实机会不高 但是好像我们大多数人 会半年一次去检牙 去洗牙 所以你应该上一年纪 那六十岁 都应该四五个月 半年一次去检牙 因为如果早发现 有这些问题 是有得意的 所以如果有这些其他的问题 of course 你又影响到你的视力 所以我有些病人 我已经经过按摩屋 5年前 为什么现在又看不到 因为他有青光眼 青光眼都可以影响你看不到 所以其实就不关眼摩屋的事 其实是不同的问题 是不同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 因为很多人都会 我看到在网站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问说 那些眼药水 其实可不可以治疗到眼膜的呢? 就是说我有眼膜 可以滴眼药水 有什么眼药水可以治疗到的呢? 好的 其实我们做医生很多时候 有什么 好像药 药水 手术 什么都好 我们是要看有科学根据 才会用在病人那方面的 我们就尽量 of course 一定不会用病人做白老鼠 unless 我们是在做研究 比如跟别人说 我们在做研究 等等等等 变成如果我们是出药给患者 不是做研究的 是已经有足够的科学根据 即是有些 可能那些在用着药水 比如说 你现在说的药水 那个药水 怎样才可以来到 我们这个马来西亚的市场 可以卖得出给别人说 其实滴了 它可以帮助你没有眼膜 其实要经过很多 比较strong 就是很strict的研究 才可以说 所谓所谓科学根据 就不是说很简单 说 OK 现在你其实上网找到很多 这个药水 你不用说哪一种 又说滴了又没有眼膜 又没有青光 又没有黄斑退化 又没有近视 什么都没有的 但是 它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为什么 所谓说科学根据 就是它需要做了一个研究 不是说找10个病人来试 然后就算是说研究 你需要是很大班病人 全部要一个是没有滴这个药水 一堆是有滴这个药水 要跟足一段时间 才可以比较到 它其实有什么效力 所以很多时候 你说话是科学根据 它们就会说一个before and after的照片 那些通常很厉害的 那些 不要说硬 你说话好像整容那些 或是那些减肥那些 或是那些减肥那些 或是说 before 一个肥肥的 那里面就很瘦 其实有 其实真的可能有这样的好处 但是呢 可能一百个 有五个是这样的 它给你看这五个好处 另外那九十五个其实是没有效的 就变成了这个药算不算是好呢 但是它的科学根据 不是这样来证明的 所以其实是 很详细地解释了 但是最主要答你的问题就是 没有这样的药水 可以滴了没有白内障 没有硬化的 所以变成了我们是需要 最主要都是做手术 嗯 明白明白 明白 OK 我们有一个Zoom的朋友 他应该是有问题想问 嗯 是吧 入腰胎 你是不是有问题想问呢 你就先按摩自己先 这样你就可以问问题 入腰胎 你是不是有问题想问 你可以按摩自己 OK 有问题没有 入腰胎 按摩到没有 OK 没有相关 我们继续先 看是认识到他 如果你是按摩不到的 或者你可以 你的question 向那个check 我可以帮你 Dr Lee 都会看到你的问题的 Miki 又有question 问一下 如果做那个手术 换个镜片 这样 入腰胎 镜片 可以再换第二次目 还有会不会有高风险 OK 现在很不幸 有什么accident 亦都是 Google accident 有些人不幸 他的脚镜 比如说 鬆了 要是移了位 差一点 有 可以换 但是需要做手术 你说风险高不高 就肯定 比他第一次 割膜的手术 风险高些 因为现在 他已经出现了问题 他怕 已经有 移了位 要是松了 要是什么都好 我们现在要做手术 你现在 做好了 这个情况 所以他的风险 风险 不是说 风险会盲眼那只 但是他的风险 有可能 怕发炎 发炎 发炎了 变了他恢复的时间 又来了 要是他那个镜 不能再移回很正确的位置 以及他那个度数 不能减到 其实好像之前 你可能追大眼镜 现在再做了 可能要戴眼镜 这样 就变了 他不是那么理想 了 发生这样的机会 不高 但是 亦都是 我的经验来说 也有做过这样的手术 以及风险是高一点 但是 不代表做不到 最好就没有发生了 否则 这个镜片 放进去 会不会是永久的呢 如果是没有其他问题 没有其他问题 永久的了 是做一次的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有些病人 比较年轻 已经做了 到现在 仍然是没有问题 我们这个尼泉 压货中心已经存在了 差不多50年了 所以变成了割膜手术 有些是比较年轻 有时三四十岁 那时割了 有些病人 用来复诊 看了30年都有 但是他们那些 依然有镜片 在那里 没什么 看东西还可以 所以这一种镜片 好 那麦姬还有一个问题 是问 有什么症状 有没有什么象征 眼眸越来越来越来 越来越来严重 它会不会像眼痕 这些问题 最常的就是眼眸 越来越厚的时候 会影响你的视力 它很少弄到眼痕 眼红 眼瞳 很少 我为何说很少 因为它亦有机会 有些人的眼眸 是厚得太厚 厚到它有时可以爆 因为它的眼眸 是慢慢会越来越厚的 因为跟着年纪 它就好像我们的头发 和指甲 其实它不会停止你 像你的头发 如果你不至于离场 指甲是一样 所以眼眸 其实年纪的影响 它是一年一年会多一层 所以慢慢它越来越厚 所以有些人 其实它比较厚到 它的眼眸真的会爆 如果爆了 就可以影响到眼红 眼痛 有时它有时青光眼 它的眼就非常高的眼压 弄到它那个情况正常 可以是很恶性的不舒服 但是多数都不会 很多时候它的眼眸增加的时候 看东西会蒙 所以变成了你可能换了眼镜 但是看得OK 然后六个月后 为什么又蒙 现在看了又看不到 通常眼眸就严重了 好的 好的 我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Dokli 如果真的说做起眼眸 我相信很多人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现在挂了眼眸 眼眸会不会再生回呢 没有了 眼眸是没得再生回 是 也有可能 有些人会听过 其实做了眼眸之后 有时要洗那个镜 其实镜就不是洗的 不是拿出来洗的 是什么 因为刚才你看到我 我给你看那个视频 其实我们做眼眸是开了个盖 开了个袋 开了个洞 锁 可以锁的网出来 把镜放进去那个袋 所以其实那个袋 是我们本身的眼里 那个袋装着的眼网 所以现在 那个镜就不会怎么退化 但是那个袋 差不多有5%左右 病人的影响 它慢慢退化的时候 那个袋会变得骯髒 人们说 哎呀 骯髒了要洗镜 其实我们是用一个镜 来做干净 因为弄干净的袋 就会清洗 所以那个镜 其实我们不会洗的 我们是用镜射 来弄干净的袋 类似是洗镜 简单来说 所以眼眸是不能生回 如果唯一是会蒙 是因为那个袋 骯髒 我们用镜射来洗 不好意思 不知道你听到没有 我这里附近有个烟化 很大声 这么早 好 还没过年 对 有人放那些烟化 很大声 我希望不会影响到 OK 这样 Micky 问 Micky很多问题 非常好 她问 每个人都会感觉到有瘟化 在我们眼睛 就像眼屎 那样 会不会和眼膜有关系 通常不是 如果你有觉得有眼屎 当然 先看眼睛有没有红 有没有痕 有时有眼屎 有时有眼屎 是眼发炎 或是红眼症 或是怎样 所以先看看是不是 那样 但是很普通 就是眼干的问题 如果眼 好像眼泪水比较不够 它会弄到眼固 有时它会弄到眼飙太多眼水 就弄到它好像没有眼屎 眼膜就不会这样的影响 通常 它也是那一句 影响到你的视力 不会弄到有这样的情况 嗯 嗯 OK Dr.丁我想问一下 如果好像刚才你这样说 有些 因为刚才你有分享 关于不同的镜片 不同的容处 比如说 如果做起眼膜手术 之后 可不可以再戴规影镜 除了我戴眼镜 我可以戴规影镜 可以吗 都可以 等到它那个伤口稳定了 那时候 它那个伤口没有裂针 通常过了一个星期 最稳最稳定的一个月 那个伤口稳定 所以又喜欢戴规影镜的朋友 其实我就不知道 为什么要戴规影镜 如果已经是没有倒数的 但是可能你戴了颜色 会变了颜色 变了美变的 其实可以 就不要太早了 要等到它的眼睛稳定了 会变了颜色 如果太早 买了颜色 如果太早 买了颜色 我怕是有困进去 就会有麻烦 发炎了 最好是过一个月 最好 最好 如果是做眼膜 割眼膜 那可不可以两只眼一起割呢 还有有什么好处 怀处和风险高不高呢 做眼膜手术 现在买多数病人 很多时候都会说 割一边先的 为什么 有很多原因 有些人以为 其实割了一边 眼睛包着 割两边 两边包着 什么都看不到 所以我们就不会用沙布包着 通常割了去 用一个裂盆盖 盖住 然后回家 第二天回来的时候 已经拆住了 而且有个裂盆盖住 裂盆盖住 裂盆盖是看到的 你看到你走不走 就完全看不到 其实怎么也好 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在异保 又是马来西亚的病人 通常会割一边 让他那边就好些 有时是隔一个星期 有时隔几天 有时隔几个星期 就做第二只 因为如果你隔太久 就会有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他有不平衡 因为通常眼膜是两边眼一起会有的 他未必一模一样那么严肿 但是你做了一边 你会发觉这一边好像变了HD 很clear了 但是那边还没做 又变得黄黄黄看东西 所以有些不平衡 所以很多时候 我不会建议拖得太久 因为弄得太不平衡 做事都好像不古古怪怪 所以变了很多时候 如果拖得太久 又好像现在我们 什么民族都好 如果你是唐人 马来人 人类人都好 我们会斑登这样 斑登那样的 所以如果你割了一只眼 你会说我要斑登三个月 才斑登第二只眼 比如说这样 你割了一只眼 斑登三个月 接着第二只眼 又斑登三个月 那就半年了 你半年斑登的时候 你很喜欢吃的东西 就整个半年没有吃 所以很多时候我建议 你割了一边 通常不会隔太久 所以变成了手术 又不是十分大的手术 做了就会有好处 快些恢复 所以需要两个眼睛 一起割的朋友都有 因为他们觉得会方便些 方便些 因为他们两个割了 而来复诊的时候 又不用来这么多次 而且看东西可以很快 两个平衡 但是通常都比较少些的朋友 我这样选择 其实无外的可以做 但是90%的病人都会喜欢 一只一只 因为他们担心 如果真的有一边发炎 如果两边一起发炎 那就严重了 但是机会都不高